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天善的星星闪射在夜空里 长留在记忆中 中国的人物故事 OK 哎 惠恩 嗯 最近我在网上搜索资料 有一个重大的发现 什么发现啊 居然有人敢跟毛泽东吵架 吵完架还不道歉 你说厉不厉害 想问你说这个人我知道 梁树明对不对 没错就是他 说起来梁树明这个人 确实是很有传奇色彩啊 惠恩 你说在那个年代 梁树明怎么敢跟老毛吵架呢 哎 哎 这叫风骨 要怎么很多人管梁树明 叫真正的中国人呢 嗯 太缺少这样的中国人了 哎 惠恩 要不今天咱们就说说 梁树明的故事吧 好啊 说起梁树明这个人啊 还真是非常有戏剧性 他高中毕业呢 考北大落榜 可是却直接受聘 当了北大的老师 他不喜欢哲学 却偏偏在北大讲哲学 他以研究佛学出名 却成了中国最后一位儒学大师 还有呢 他在城市里长大 却一心研究农村的建设 还跑到农村亲自实践 太戏剧心了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什么样的人 有人给下过结论 号称研究梁树明第一人的 美国汉学家艾凯 在著作《最后的儒家》里 对梁树明有这样的描述 大大的光头 像钢一样深邃宁静的眼睛 倔强不屈的嘴唇 低沉但是坚定的声音 所有这一切塑造出了一个 安静沉着有力的形象 他那由于沉静而发出 圣洁光辉的风采 使人感到仿佛置身于 一尊菩萨向前 亲爱的听众朋友 荣物百家正在为您讲述 中国第一大儒家梁树明的故事 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说过 他在梁树明身上看到了圣雄甘地的影子 这评价很高啊 是 其实能有这样的结果呢 和梁树明的成长环境 还有幼年的教育 有很大的关系 我看咱们还是从头说吧 好 梁树明是元朝宗室梁王铁木尔的后裔 1893年10月出生在北京 一个世代诗里人幻的家庭 什么叫世代诗里人幻啊 解释一下啊 咱们老辈人有句话 诗书记事中厚传家 形容一个知书达理 宽厚仁爱的书香门帝 梁树明家呢 就是这么一个家庭 而且他们家是世代做官 所以叫世代诗里人幻之家 梁树明的父亲叫梁继 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一名内阁中书 母亲张颖出身云南大理白族人家 跟中华民国司法部部长张耀增是同族 哦 都是民门 哎 梁树明的父亲梁继呢 在教育孩子上有非常独特的办法 对孩子们影响很大 怎么教育的 想被你知道 咱们老辈人父亲和子女之间 有非常严格的礼数规矩 孩子呢 对父辈也很敬畏 一般呢 跟长辈不敢随便说话 梁继不一样 他营造的家庭环境呢 是一种和孩子轻松交流的气氛 哦 他从来不体罚孩子 还鼓励他们有独特的见解 遇到事呢 都是主动听取孩子们的想法 确实不一样 梁继在儿子梁树明小的时候 就对他寄予厚望 他给小树明取的字叫孝吴 意思就是像我 从无见器重之一 那梁树明像他父亲吗 确实有点像 尤其在人格的传承上 梁树明一生都把父亲的做人原则 独立思考 表里如一 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嗯 梁树明在六岁的时候 父亲梁继为了他请了一位私书先生 梁继给儿子选定的启蒙读物非常特别 一本介绍世界历史和地理的书 地球运研 后来呢 北京开办了第一所西式小学 中西小学堂 梁继就把小树明送进了学堂 念初级班 不过呢 梁树明小的时候并不聪明 六岁了还不会自己穿裤子 每天呢都得妹妹帮他系腰带 这样啊 太搞笑了 是 一天早上呢 梁树明的妈妈不见他起床 就隔着屋子喊他 都到什么时候了 怎么还不起床 梁树明没好气的说 我早醒了 妹妹不给我穿裤子 我没办法出去 母亲听了非常生气 对丈夫梁继说 你看看 他都成什么样子了 今天非打他一顿不可 梁继慢悠悠的说 孩子还小 做的不好 你可以跟他沟通 不能总用棍棒说话 他真有耐心 没错 面对这个笨儿子 梁继的心态非常平和 他认为总教训孩子 孩子容易自卑 失去进取的动力 你不透理 梁树明九岁的时候 有一天发现 他自己攒的一小串钱 找不到了 他到处找人问 结果呢 谁也不知道在哪 最后他气得大吵大闹 第二天呢 梁继扫院子 在桃树枝上 发现了一小串钱 梁继回到屋子里 在一张纸上 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 偶将一小串钱 寡于树枝而望枝 到处向人询问 吵闹不休 次日 其父打扫庭院 见钱悬树上 乃指示枝 小儿起自知 其糊涂 醒完以后 他给小树明看 梁树明看完之后 马上跑出去 找到了那串钱 这下呢 他可老实了 对昨天的吵闹 非常惭愧 梁继就是用这种办法 教育孩子 让孩子自己反省 领悟道理 对 这样会加深他的印象 梁树明七八岁 到十二三岁那段时间呢 父亲梁继喜欢看戏 常给孩子们 讲戏里的人生故事 让他们了解历史 梁继呢 特别关心国家的前途 他常和小树明 谈论国家大事 让儿子认识 自己对国家的意义 当然了 也是通过这个过程 让他建立 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 这些呢 对梁树明的影响非常大 他也是从中学就开始 关心民生和社会问题 是吗 那梁树明在学校 一定是位风云人物了 那倒没有 梁树明在学校的成绩呢 开始并不好 他读小学的时候 成绩总是中下等 到十四岁进了中学 智慧才逐渐的开启 成绩呢 也进到了前三名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 梁树明越来越显露出 超越同龄人的 独立见解和智慧 尤其在作文上表现突出 老师对他的作文评语 是语不惊人 事不休 还有这种评语啊 是 不过呢 别看梁树明 见解独特 可是他却是个 非常有同情心的人 按现在的话说呢 也是个十足的暖男 是吗 是 梁树明在富足 殷实的家庭里长大 可是呢 他天生就能感受到 庸人们的辛苦 他看到庸人们 天天洗衣 做饭 操制家务 经常跑去问他们 是不是很劳累 因为看到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 梁树明心里对人生也是充满了困惑 从16岁开始呢 他就经常思考人生问题 这么早 嗯 1911年呢 18岁的梁树明 从顺天高等学堂毕业 拿到了毕业证 这个高中毕业证呢 成了梁树明最后的学历证明 这一年呢 梁树明加入了同盟会精金支部 担任精金同盟会刊物 明国报的编辑和记者常常是往来于精金两地 而且还出入国会和各党党部之间 树明这个笔名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用的 哦 也是从那时候起呢 走入社会的梁树明正式面对他从高中时代就开始思索的国家民族命运问题 梁树明说 我是问题中的我 是有太多问题逼迫着我 逼得我失眠 这么严重啊 1912年 也就是梁树明19岁的时候 偶然间他发现北平琉璃场西门的有证书局出售跟佛教有关的书 梁树明很好奇 买了不少回家读 读来读去 他发现自己对人生苦乐的探求和佛学有很多相通之处 于是他从1912年到1916年也就是19岁到23岁这段时间 梁树明闭门四年前心研究佛学经典 渐渐的确立了对佛法的信仰 而且还萌生了出家的念头 有意思的是 父亲梁继听说他要出家以后呢 一点没有阻拦 还说 你确实想出家的话 可以去 他父亲真开明啊 是 1916年呢 23岁的梁树明在中华民国司法部担任机要秘书 同年他在研究佛教经典的基础上撰写了一部长篇论文 《纠缘决一论》 就这篇文章后来直接把梁树明送进了北大 而且不是当学生 是当老师 这怎么回事啊 快讲讲 这个说起来话长了 还得从1912年说起 那年呢 梁树明19岁 当时他送妹妹到西安当教员 在西安待了一些日子 那段时间呢 梁树明经常去卧龙寺走动 听僧人说起 庙里收藏了一套古课本的大藏经 被康有为据为己有 惊动了西安各界 最后呢 费了很大劲才追回来 嗯 梁树明呢 当时有心为私院打抱不平 但是呢 他觉得有些法律方面的事情弄不清楚 所以后来他回到北平以后 就咨询了律师兼记者黄远生 黄远生对梁树明的问题耐心的解答 所以那次交往以后 他们互相给对方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后来梁树明把自己写的 晚舟汉卫文超 请黄远生作序 黄远生是欣然应允 不但写了长文 对梁树明的作品高度评价 而且还发表在国民公报上 从此呢 他们俩也成了要好的朋友 这个跟他到北大有什么关系吗 有啊 当时呢 袁世凯正在为实行地质造舆论 袁的亲信逼迫黄远生 写赞成地质的文章 在报纸上发表 黄远生呢 很不情愿 所以写的文章言不由衷 前后矛盾 袁的亲信很不满意 逼他再写 黄远生实在不愿意干这种违心的事 所以呢 在1915年11月 借到日本 逃往美国 还在去美国的轮船上 写了一个忏悔录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逃到美国旧金山的黄远生 在12月份却被暗杀了 啊 这样啊 那梁树明听到这个消息后 是什么反应呢 梁树明当时是又震惊又伤感 等他看到黄远生写的忏悔录之后呢 他还多了一种情绪 懊悔 为什么懊悔呢 他认为 如果早一点把自己知道的 佛学思想和人生道理 讲给黄远生听 也许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哦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呢 梁树明写下了 《揪缘决一论》 连续发表在东方杂志 第十三卷的 第五六七三七上 这个《揪缘决一论》 说的是什么呢 主要是用近代西洋学说 来阐述印度佛家的理论 他告诫人们说 世人所当行者 则所有中西哲学 心理学 德行学家言 以未曾正觉本性故 种种言说 无非戏论 据诵百事而不觉者 以此相较 不值一笑 唯彼土居于何足真修 拨云雾而见青天 舍世家之教 其谁能输 乌乎稀有稀有 听不懂 什么意思 你还是简单点说吧 说白了 梁树明把古今中外 所有的学者 什么西方的康德 舒本华 中国的梁启超 张太炎等等 在如何对待宇宙 人生问题上的论述呢 是统统批评了一通 最后唯独推崇 佛家的理论 梁树明批评那些 崇拜西方文化的 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上 是鼓励人们向外去发展 去追求名利和享受 他通过对佛学的研究 发现 人生的苦与乐 不在于身外的环境好坏 贫富 它是来自于 人内心的欲望 比如说 人在满足欲望的时候 就开心 反之呢 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 就很痛苦 可是人的欲望 又是无止境的 确实挺于境界的 是 可以说呢 这篇文章阐述了 佛家对宇宙 对人生的看法 在当时可以说是 非同凡响 所以一经发表 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梁树明的 揪缘决议论 会给他的人生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听众朋友 今天的人物百家节目 就为您讲述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下期节目 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中国第一大儒家 梁树明的故事 欢迎您到时收听 好的听众朋友 咱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见